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这是太阳探店特别节目 快餐炸鸡横平 这是上期 这是北京比较火的四家快餐店了 肯德基 麦当劳 汉马王 还有德克市 然后我们今天测评的主要内容就是 肯德基 麦当劳 德克市 还有汉马王的炸鸡类的产品 那选的也是比较统一的 第一类就是鸡块类 然后第二类是鸡翅类 第三种就是特色鸡腿 现在开始评测环节 这就是今天需要评测的全部内容 然后肯德基 汉马王 麦当劳 德克市 然后跟您说一下大概的价钱 我们全部都是从饿了门上买的 这是肯德基的宅吉送 然后68块钱 黄金鸡块11块5 4块的香辣鸡翅23 这是汉堡王 汉堡王的王道嫩鸡块11块5 霸腊鸡翅12块钱一对 王道交香鸡腿13 麦当劳 麦乐鸡11块5 麦腊鸡翅2块的11块5 香谷鸡腿13 德克市脆皮手枪腿29 德克市鸡块 德克市鸡块是6块的14块钱 香辣鸡翅2块14块5 简单说一下今天的评测规则 我们今天蒙眼测试 然后特别准备了眼罩 然后第一步先吃所有的鸡块 然后第二步吃所有的鸡翅 第三步所有的鸡腿类的就不用蒙眼了 因为外形就不一样 一看也看得出来 我先蒙上眼睛 然后让短短把所有的鸡块拿走 打乱顺序再拿上来 然后我来吃 吃完跟大家说 看到底哪一种鸡块好吃 然后吃完鸡块以后再吃鸡翅 好 现在就开始 现在已经重新摆了顺序了 然后我们马上开始试吃的环节 然后从左到右这么吃 吃完以后我来猜或者我来对 是不是这个顺序 然后给您说一下整个的口感 因为我怕我碰到这里头的任何一种食材 然后能感觉出来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个碗 然后让短短把这些鸡块鸡翅什么 拿到我的碗里头 然后我从碗里头拿着吃 再给你们分析保证评测的客观性 好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 我这第一块一捏就已经不用尝了 第一块拿到手里的手感就像麦当劳 然后吃起来感觉也像麦当劳 我觉得暂定吧 暂定它是麦当劳或者这个 暂定它是麦当劳或者是汉堡王 然后第二块 为什么这个捏着也像麦当劳 这个应该不是一个比较常吃的口味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德哥市最酸块 这个里头就是相对来温嫩一些 然后里头吃起来 感觉是有没切开的肉 这个可能是肯德鸡 然后第四个 这闻起来香味比较重 这个应该是肯德鸡 不 这个应该是麦当劳 这道口感非常熟悉 就是整个这里头 我觉得最好吃的都是四号 然后是一号 然后是三号 然后是二号 凉来真是不安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这是汉堡王 就是第一个是汉堡王 第二个是德哥市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肯德基 第四个是麦当劳 看看吧 从眼镜那边是第一个 主要就是麦当劳这个 太那什么了 就味道太熟悉了 好吧 这个肯德鸡跟汉堡王 确实比较接近 我确实吃这两个有点含糊 但是麦当劳跟德哥市的味道 我非常确定 它也不是最难吃 只是说味道比较 就只能说是味道比较 不习惯 不是咱们常吃的那个习惯 好吧 然后现在第二项开始 可是你干个比上来你拿它 你知道我一拿它我就觉得是麦当劳 对啊 因为它这手感 你知道吧 它跟麦当劳那个手感一样 后来就让我一捏吧 每个都像麦当劳 你尝一尝尝那四个地方的 就除了这个一捏 你就知道它肯定不是麦当劳 但是其他的捏着都像是麦当劳